最近的董捷偏偏出现在网络上 之前是自己的微博 这次是记者拍照 近日网上曝光出一组董捷光超市的照片 照片中的董捷一边推着购物车 一边挑选商品 看得出来皮肤状态很好 可能是因为素颜的缘故 旁边的人都没有认出他来 现在很多人看到他 还是会联想到 那个具有浪漫悲剧色彩的冷清秋 梳着麻花辫穿着学生服 站在小巷子里仰头的少女 当时的董捷真的是太美了 不是单单只无关 而是胜在气质 一颦一笑 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女神 总觉得没有比他 更适合冷清秋这个角色的人了 所以连带着总是对他多了一丝怜惜 如今的董捷收拾过往重新出发 五年之后的他 依旧是初始般的泰然自若 回归后的他 曾经也表示过自己的后悔 他说要重新开始 毕竟曾经的那些幸福已经失去了 所以要珍惜现在拥有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